喝咖啡竟然可以令你长寿 喜欢喝咖啡的人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美国做了16年的追踪研究 结果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 比不喝咖啡的更长寿 这个报告显示 因为喝咖啡有帮助减少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和癌症的比率 这个结果或者可以用这样来解释 认为为什么喝咖啡可以令我们比较长寿 这个报告发表在近期美国内科医学年间 Annu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研究人员针对了70万名美国人和10多个欧洲国家 民众喝咖啡的习惯 而深入地分析 特别是关注不是白人的死亡率 在时代答质说了有两个研究的结果 显示这些被研究的群众里面 他经常喝咖啡的在他被研究的期间的死亡率 是比那些少喝咖啡或者完全不喝咖啡的风险低的 美国的报道根据16年的最终发现 如果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的非裔的美国人 日裔的美国人 拉丁美洲裔和白人 那些完全没喝咖啡的相比 提早死亡率降低 达到18% 同时他也说 如果你一日只是喝一杯 对你健康也有好处 他说他们的提早死亡率的风险 比那些完全不喝的都低了12% 如果你4杯觉得太多 那你试试喝一杯 他说研究人员是根据受访者 自己说出来他喝咖啡的消耗量 再加以分析 但是他们没办法了解他们冲咖啡的浓度 那至于在欧洲部分就发现 事常喝咖啡和那些不喝咖啡的 提早死亡率 也可以降低到7-12% 那科学家甚至他说 如果你喜欢爪哇咖啡那些 比较少有消化系统和心脏相关的疾病 好像中风这些发病率 也是比较低的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效果呢 根据研究显示 咖啡里面有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和其他的成分 这些是针对心脏病 和癌症的主因 另外咖啡里面也有其他成分 可以减少慢性病 好像发炎 衰老有关的疾病 但是 报告也指出 这些发现 并不表示你不喝咖啡一定早死 或者你由早喝到晚一定会很长寿 研究显示 喝咖啡是有益 但是要适量 那科学家就建议 每天四杯咖啡 百盎士的量 那就会比较好 同时 喝咖啡不是每个人都合用的 你要了解你自己喝咖啡 是否适合你自己 因为又可能喝了 令你焦躁不安 心律不正 令有些人还会不消化影响肠胃 所以Collective Evolution的报道就指出 它说 咖啡对我们的好处是有 但是你要喝得健康 你要除了了解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宜之外 你还要有四个准则要遵守 第一就是 用最好的真正高品质的咖啡豆 第二就是小糖小奶和不用甜味剂 即是糖精 第三 临睡前六个小时不要喝咖啡 第四就是要了解自己 接受咖啡因的极限 如果你喝一杯已经到极限 你就不要想说 别人敢喝到六杯八杯 那么多 如果你能够遵守这几个规则 你就能够利用咖啡的保健效益 喝出健康的人生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